完成燃油作业 应变小组人员搭船在水面上进行紧急油污清除措施 这里是基隆新山水库 正在进行五年一次的整备维护检查演练 包括台风豪雨警报水库水位纵征 与水库原水输水干管损坏等状况进行石兵演练 其中不明油料污染更被列为演习重点 每五年一次就针对新山水库可能发生的状况 我们跟环保单位消防单位以及军方 中游针对水库安全的部分 我们需要共同来处理阴影对策的部分 为了熟悉每五年来做一次演练 这一次的演练就是油污的部分 那就是发生油污的状况 那我们如何跟中游跟环保局一起针对这个部分 来引领处理做演练 那这个油污部分里面的参参者 那有一些不轨之徒 进入到新山水库 那我们配合警察单位 如何去引领处理这个部分 另外对于基隆已经多日为下雨引发外界关心 是否会有缺水问题 在水公司第一区管理处方面强调 目前新山水库蓄水量达801吨 加上即将进入秋冬东北季风盛行的雨季 因此初步判断 今年基隆应该不会出现缺水问题 目前我们新山水库的储量 812 大概就是我们超过8成 那目前基隆河还是有抽细 然后新山水库补充 目前供水无雨 大概到一两个月都不是问题 那接续后面的那个中秋 一般我们这个季节 到中秋节之后 我们就陆续会有雨量 大概我们就会今年应该是 没有那个缺水的一些问题 即使用水无雨 在全球气候变迁的情况下 水公司方面还是呼吁民众节约用水 珍惜得来不易的水资源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